生產路到德東街中的崇德路 在這幾天路面突然有長約500公尺 寬3公分的裂痕 武黨籍議員曾順良今天受到里長 陳素芳與居民的請託 到崇德路現場回看 東智里里長陳素芳說 崇德路路面不但有裂痕 甚至還有下陷的情形 因此拜託市政府相關單位 趕快找出原因進行補強 否則將來如果下陷到變成天坑 那將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順來時我覺得有裂縫 裂縫還不至於說是 是這次生體而已 先有裂縫 這樣怪後 還要拉來拉長 後來我就跟主婦研究 拜託他們再幫我注意一下 整條街安堆生產路 後來還有德東街 這個環境太大 而且還有下陷 下陷我在目測差不多有 有的部分有三公分 有的部分有筋差不多大約五公分 市議員曾順良勘察後表示 崇德路這一段修建不到兩年 整條道路全部歸裂又傾斜 今天會同市府各相關單位來進行查看 一定要診斷到底是什麼原因 且車流量非常大 希望用最快的速度 將這個裂痕及下陷問題解決 別讓崇德路上的居民整天提心吊膽 那你看整條道路你現在都有看到嗎 全部歸類下陷 而且又傾斜 那我想今天會同各相關單位來匯整一下 包括水利級還有公務級 那要診斷到底是什麼原因 把整條路環路移民 現在我們市府不是在推管那個路瓶裝的嗎 尤其這條道路 它那個車輛出路非常的平緩 車流量非常的大 我想務必要馬上用最快的速度 來把它解決 以免造成這裡出路的一些行人的安全 市府水利局工程師孫坤池表示 崇德路上設有排水箱含在裡面 因此先查看箱含是否有破裂造成路面裂痕的情形 後續在會同公務局等單位進行調查 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儘速修復路面 還給居民一個安全的道路 記者黃俊懷 台南報導 記者黃俊懷 台南報導